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世界时时都是一带一则的新闻 讲一下这个欧洲大佬 这条马克龙 见惯戴墙面 但是很难得才休息一休息 你知道他上台这么多年 连年都有大获抗争 出亲来也有过百万人 2024年又来了 这次很有创意 这次他学了这个许志峰 记得当时腐烂的植物 这次这些农民都是用腐烂的 植物 还有是 农产品 还有K 还有干草 混在一起 那股味真是难受 由于 对法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感到相当不悟 原来农民近日亦出来抗争 通过倒路 这些手段去抗争 原来自从 上个星期起来 已经有千上万的法国农民 在他们的南部城市 以涂鲁芝举行示威 抗议政府增加税收 和社会的费用 当然会继续发达 另外德国之前 亦是大规模的抗争事件 亦是来自农民 抗议德国政府 推行 削减农业补贴的政策 但法国现在 不和多样 差不多 你知法国西南部各地的 几千两拖鸡 拖拉基 因为它体积大 所以它一 占路就好像两架车占了路 还有 过万名农民 也聚集在 一些地方 尤其是陶牢芝 原来他们在 政府机构里面 谈到这些 是 腐烂的植物水果和 还有干草 抗争者就说 税收 和社会费用增加 令到燃料 还有 赤料成本增加 生活成本增加 我们农民 是很困难 最记得当时 许智峰为什么他在 立法会 扔那些 腐烂植物 他说 意味着 香港政府腐烂了 现在这些农民都这么说 发觉政府腐烂了 就说这么丑 部分的抗争者 就将矛头 指向当地的大型超市 在超市停车场 亦谈到干草 和腐烂的 植物水果 这些农民也表示 很多大型超市 拒绝为农产品支付公平的价格 跟澳洲有点似 原来 在法国的热义省 拉萨特拉 创业的一位农民 他就跟 这个法国媒体说 我们利润很微薄 但是 就有沉重的行政成本负担 农民的生活变得很惨 很多农民都苦苦挣扎 越来越少年轻人 想做农民 另外 来自法国上加龙省 61岁的农民 他就说 每个人 现在 都考虑停下手 因为 现在不如不做了 什么都没有 赚不到什么钱 燃料费用这么贵 这场抗争活动 导致投资在内的地方 交通受到严重阻塞 当地警方呼吁民众避开市中心 担心抗争者 避不了 避不了 当然 他们说现在抗争 都像香港搞升级 搞升级 原来 有千名农民 还使用大菌的干组 这个很瘋 就是 封锁了桃园之附近的高速公路 但是 你这些要阻止别人 高速公路 我们经常说 如果有些应急车辆 消防车 救护车 你这样阻止别人 很惨 没多久之前 德国首都柏林 也出现了大量的抗争者 因为当时 就说 不可以再给你们補贴 少一点 亦都过万名农民 和 六千多个拖拉机 聚集在柏林 因为政府 要推这个紧缩政策 而削减农业補贴 当日 农民亦都和 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 没有任何的 进展 法国 也有机会是这样 陶劳兹这些抗争者 就是 令法国总统马克罗也担心 他担心法国农民 可能会像德国农民那样 发起更大规模的抗争 法国政府 亦都说 总统已经指示内阁关注 农民抗争 潜在的爆发点 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他们都担心 农民抗议活动可能导致 一样 说来说去 会导致马林立旁的政党 支持率是急升 你看看德国就知道 你处理不好是会的 是升的 德国真的是这样 但是德国你坏 那些西域就说 不要选他 你就是破坏民主 你不要这么说 你等着帮他助选 现在你也是 不过现在马克罗的最新措施 别人说他似右翼 其实我觉得他向中间再靠一点 不然你也会大事 因为6月份 欧洲议会选举临近 对农民的这些抗争 大家都担心 因为马克龙所在的 复兴党的候选人 当然 这样很大事 其实马克龙有意 要前农业部长 德洛曼迪 担任复兴党参加 欧洲议会选举的主候选人 马克龙也希望 证明自己是农民之友 结果农民就反了 在担任法国农业部长期间 德洛曼迪曾经采取过一系列 捍卫农民权益的措施 包括公开反对 实验室培养育内 以及反对欧盟 这个 说了很多年 南方共同市场 记得吗 这个南方共同市场 当时台湾地区的邦交国邦交国印号 巴拉桂说你不谈的话就算了 永远都不谈 因为 你知道南方共同市场有几个国家 其实很多肉类产品 阿根廷 乌拉桂 巴西也有很多牛肉 巴拉桂就没了 原来这个也令到欧盟 的农民 可能 这些 牧民 可能很大 因为 影响到他们畜牧业 肉类进口 阿根廷的肉都挺漂亮的 另外欧洲议会 每月五年就选举一届 今年也是英国脱欧后首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亦被视为欧洲政治的风向标 自从2002年5月 我们知道出任法国总理博尔内 其实已经是辞职 他就找一位阿哥 做新的总理 这位是历史上最年轻的 艾塔尔 亦是一位彩虹人士 他的前南半 亦做了 另一位部长 这个举动 标志着 马克龙 一个重要的 意思就是 马克龙和 博内尔领导的政府 在2022年年 连任没多久之后 失去了绝对的多数位席 席位 之后一直 很多事要做 养老金 移民改革 令到很多政治危机 博内尔内辞职 可能 难听说 跟马克龙 顶了一夜 马克龙当前的民调 其实跟其他 欧洲主流国家的领导 相当低迷 不过他也不怕 之前政府改组 亦是为了今年6月的 欧洲议会选举 但是 究竟可不可以 不知道 当然 现在 除了德国 和法国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波兰 亦仍有 农民和卡车司机 拦住了边境 亦有很多 亦有很多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又是乌克兰 亦是乌克兰邻国 所以法兰西 究竟是如何应对 我相信也有时间搞 真心说我都觉得有时间搞 当然 现在亦都说法国 讲到乌克兰 法国和乌克兰的安全协议 这个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这个协议亦都是法国长期支持乌克兰的标志 这件事会不会又被 曼林立邦拿来炒作 曼林立邦会说 我们 不可以这样 不然我们民生就会差 而且现在这个 援污 很多地区已经 有人出现厌倦 已经出现厌倦 所以在这么高调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觉得真的要注意一下 真的要注意一下 另外这个法兴银行 亦都说这些大企业 都说 不好意思 业务重组 削监成本 即是炒人 你一听这么说就知道 多少人 只是数百人 他也是一间巨企 这个法兴亦都说 不好意思 二步重组 所以超过五百个职位 受到影响就炒人 原来他们在法国 都有5.6万名 全球雇员 就有11.5万名 其实在法国国内炒 几百人 也不算多 但是你知道法国 其实几百人 他们的人就会发动很大 他搞一样又是抗争 他会发动很大 你知道他们 这个抗争文化 真是自古以来 你知道他们真是自古以来 这个就是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令人心酸 你们不要说大话 这边说 英国没那么冷 不是我说的 如果你觉得零下三度都不冷 那就是不冷 这么说 这是英国警方的公告 英国警方昨天就说 有人在伦敦零下三度街头 做了件很坏的事 令人心痛 有人在伦敦街头发现一个购物袋 购物袋 就是装着 毛巾 毛巾里面 就有个 是BB仔 幸好他就没什么事 这个气障部门也都说 伦敦的气温 是零度以下 他不应该说大话 上次AM73来说 零下多少度 之后 没那么割烈的 那些人 然后很生气 老作 那个温度 你体感和这个温度其实是有差距的 所以为什么经常有个体感温度呢 你就不要说人家老了 因为 其实这个AM73来就问多一句 就是说你们习不习惯 问一下你 那你就很玻璃心了 那当然不是全部人的 又这么说回这些伦敦 是这个 都会警察局 他们就说 在格林威治时间 16号 21时过后 一位 民众 在伦敦东部 这个纽瀚 是放狗时发现这名雷鹰 根据英国气障部门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当时的这个数据看到 伦敦当时 是零下三度的 所以 也令人是心痛 我真是 哎 我真是做不出 挺狠心 我真是做不出 那警区的负责人就说 那名人士 当然发现了他 当然是帮他保暖的 职到伦敦的 这个 救护车局 救救护车在道那里 帮个 BB仔检查 幸好没有事 带到医院 好厉害 当局都说我们很高兴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事情 并且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 是安全的 亦都说他们很关注 这个女鹰 其实他们也很深的 这个警察就说 是不是女鹰的母亲都出事 有什么安全问题 所以这样做 就呼吁警方 警方呼吁他 没事 警方呼吁他 跟我们联络 但是 其实他可能已经犯了法 他会联络你 因为这些是犯法的 真的不知道 我不敢说 当然 说回 伦敦就是 冬了 好像今天好一点 今天好一点 都是那句 这些天气的 其实 就算什么政治的颜色 天气他作不了 因为这些 一打开 有什么好作 有什么好作呢 我想问 你就不要老屈他老作 你一打开网站 其实 这些一作 你只要拿个温度计 但他们又没有人拿个温度计 出去说 这个老作 没那么惨 他又没有说那么惨 问你习不习惯 你经常说 小粉和玻璃心 其实你也是 过好自己的日子最好 这个伦敦那么冷 但是本来应该是 充满白雪的地方 就是印控克撒米尔 今年就没雪 我们之前说过 因为他没有雪 也重创了 冠冠业 冠冠业其实是供水 因为没有雪水 他靠溶雪 有淡水 当然 今年克撒米尔的山顶 是没有雪的 一片光秃秃的 珠光色 前所未见 所以你说全球暖化 多不妙呢 不过那些人很搞笑 看到有些人就 这个什么证明了 你们左派说 英国洞 没有全球暖化 你也要极端天气傻佬 如果你这样说全球暖化 以前 当了川普的支持者 看下雪 全球暖化 那这不极端天气 比平时冬得多 都是不正常 黑撒米尔没有雪 那你不要说这些 其实 冬雪的黑撒米尔 当然吸引不了 那些人只是想滑雪 看雪 是滑雪的 老闆 他们不开心 原来 冬冬业也占了 很大份 7%的GDP 冬天 更是他们一年当中 一个收入可观的季节 不过因为冬雪 搞到今年 重创当地经济 当然 一重创当地经济 其实他们应该担心 因为黑撒米尔有很多事干 因为你知道他们 是某宗教的人士 亦都是跟 巴基斯坦关系亲 有位教练 话说教练 做了27年教练 从来都没有见过冬雪的季节 这些人会越来越多了 比如日本的渔民 我20多年没有看过那么多鱼冲上岸 是真的现在来着的 很多这些 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陆续会出现 没错 环境学者也说 气候变化现在影响了黑撒米尔 也导致极端天气事件 频繁发生 美国就是了 美国就是了 中国也有 中国也有 无论夏天或冬天也好 其实 都已经和往常不一样了 黑撒米尔 很明显今年是个暖冬 大多数气象站观察到 都是比往年高了 六到八度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那当然 酒店业者当然 叫苦连天 因为旅客纷纷退订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来看雪的 你叫我来看草 草 那些草是黄减减减的 这也是 麻烦的 好了 这是第二侧新闻 最后侧新闻 这个 记得之前 有西媒说 这个中国肯定有帮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有些军备 那些零部件 还有些军备写着 Made in China 中国制 人家就好笑了 做这个逻辑 西方是不是在帮俄罗斯 因为 乌克兰讲的 是放包超人讲的 乌克兰外交部长 富列巴 他就说 俄罗斯 的军备 里面 95%的重要零件来自西方 可否堵塞漏洞 按照西媒逻辑 西方肯定供应 哦 换俄 换俄 他可以这么说 西方就堵塞不了漏洞 中国是送给俄罗斯 但是有没有证据 没有 不过中国有想过 哦 布林肯说 中国有考虑过 有想过 习近平想什么都知道 习近平想什么都知道 你就不用 找他谈 美国也说 今年会更多官员访中 这个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大家都要谈 没什么进展也好 就不要恶化 对吧 也挺好笑的 哎呀 如果按照富列巴 富列巴说的 乌克兰外长说的 他就说 乌克兰 现在呼吁西方 要认真地压制俄罗斯的军备生产 要堵塞令到俄罗斯 可以 打击我们的漏洞 西方一定要认真 压制才行的 富列巴也说 根据约干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就不知道哪里来的 他自己说的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 就不是全部 之前你说金仔给他 金仔给还是西方给呢 金仔可能给得少 又说伊朗给的 金仔给那些 应该炮弹那些 应该是西方的 他就说 根据约干资料 约干资料就不知道哪里 在乌克兰被摧毁的俄罗斯 装备当中 发现多达95% 外国制造的 重要零件是源于西方国家的 你们在看着俄罗斯 看着俄罗斯 如果按照西方的逻辑 这样就糟了 因为他们说只要发现有中国 但是现在他都没发现有中国 这个好搞笑 没有发现中国有缓俄的现象 军缓俄罗斯是发现不了 任何证据 不过他们说有 想过 或者 最新就是什么 军民两用 这些吉普车 可以改装成为 在战场上用 实际上是可以改装到的 真心说是可以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好像没有按到 这些没有按到的 如果真是有理有据 你还不按了 不制裁吗 你真是找不到真真正正正正 如果真是有船 有火车 找装备去俄罗斯 你肯定大力制裁 和台湾一起炒作 没有 台湾自由时报都说有 有 证据 暂时未发现 但是有想过 中方有想过 你说什么都可以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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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乌克兰外长 方包超人 去了达玉斯 世界经济论坛 方包超人 富列巴亦都在经济论坛期间表示 他计划组织乌克兰总统 扎尼斯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 要电话会谈 请中国 要做俄罗斯代表 谈判 和俄罗斯 没有问过俄罗斯 还有 为什么 有几日双情愿 还有 最假设 中国不肯 又想屈 他们的论述就是这样 你明明就说想做和事佬 为什么你不肯 但是和事佬 一般来说 好像这个 伊朗和沙特拉伯 它是三方 中国就是中间的 起码沙特和伊朗 都在场 但是你说不让俄罗斯谈 这个怎么 这样还叫谈 你说对 中国肯定俄罗斯肯定 他可以说 中方不代表我 他也会这么说 怎样代表你 只能够做中间人 以及这样设定 陷阱 我都说 中国和俄罗斯很友善 他可以帮俄罗斯谈判 所以中方肯定审慎 如果俄罗斯不同意 俄罗斯不同意 就只有中国谈论 因为是你们两方在开战 对 当然你又想老屈 你又说做和事佬 你又说想和平谈判 为什么你不肯 那俄罗斯肯不肯 最关键是俄罗斯肯不肯 乌克兰说不让俄罗斯俄罗斯 那他当然不肯 谈什么 谈什么 这个毛铃就说 中国和乌克兰一直保持着暢通的沟通渠道 台湾就叫管道 幸好叫管道 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会交换意见 亦都说对于你的提问 即是福利巴是否找你 他就说没有具体的讯息可以提供 应该就是有些事未有消息 其实中国一说这句话 是未成的 你发现他 或者在谈话他都这么说 记得每一个领导人 你看回整个习惯 每一个领导人 其实西方就放了 他会访练 但中国永远都说 没有收到相关信息 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差异 他没有实牙实斥 他就不会公开说 这个就是大家的差异 等于之前成雷 他都承认澳籍的 这个怀魅 在中国拒禁了一段时间 他说在中国 原来他们 提早公开都是 都是属于洩露国家的 是呀 我都说过每个国家 有他的System 他自己都这么说 当然现在他在天空电视台做工 那你就守回当地的法律法规 所以这个小道老多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澳洲总理也是有跟习近平的会议 为什么他没有公开说 你就说了 有很多事是私底下谈了 有个共识 有个共识 他经常说共识 你没有共识 其实你都不是尊重人 是吗 你这么快把我们这些东西说 习近平说的 说真的都是很温和 这一天招不孝 这句话无比那么温和 你就说 有很多 你有没有看整个视频的人 根本是没有看这条视频 其实他 他都是微微笑地说 他微微笑但是他有脅迫 你也可以 你硬说也可以 我们经常说 如果你已经有个判断 你已经有个判断 其实都不用怎么说 因为你怎样都是这样 就像扎尼斯基那样 我肯谈 但我 就要退兵 那就是不用谈 有什么好谈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